表单设计,那什么是表单设计呢? 如果说你要去跟Google申请帐号的时候,不是出现画面啊 请你输入你的姓名啊,你的联络电话啊,设定你的email的注册 像这个,可以在网上把自己的资料打进去,申请会员的画面 就称为表单,那接下来呢? 当然表单你把资料填完以后,都透过程式去处理 记录在资料库里面,所以Google申请帐号也都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要教同学建立表单 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开启第五课范例里面的form 把这个form按两下开启来,会员登录 那接下来点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请同学切换到表单的地方 第一个,进到表单需要先点选这个 新增表单的范围,只要表单制作,都要先点这一颗 那就会出现一个红红的东西 那红的地方就表示是一个范围,接下来才把我们要的栏位打进来 那进到里面去摆的会乱七八糟啊 所以我们接着切换到常用的标签 加入一个表格,点选表格 这个表格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放表单的 比如说我们要输入六列两栏,然后大小是470像素 像素为单位,所以表格单位有两种哦 一个是表格,一个是像素,像素是绝对的大小 那每个储存格的间距是2就好了 我们不加框线0,好按确定 就会出现长这样 接下来,为什么470呢? 因为我们的图片是470 所以我们表格设定在470,大小是要跟它一样 好,接下来我们要加文字栏位 那文字栏位的时候呢 就是要让使用者填写的 这边你要加提示字啊 所以呢,请同学先在这个地方先输入你的姓名 那右边这一格,表格会跳一跳去的哦 拖一下,右边这一格是让使用者去打的 那这个要加什么东西? 就回到表单的地方 请你加这个文字栏位,点一下起来 那点一下起来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 显示文字栏位的地方 那这个辅助标签我们就不要了 按取消,直接设定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输入多少? 10 那辅助标签是可以把它移除的啦 我们之前做过,那名称呢 这个NAME 也就是这个栏位名称 我们取名代表叫NAME 那我们把这个改一下好了 在编辑的编号设定 我们之前有做过啦 在辅助模式这里 只要加表单物件,请你不要给我一些辅助说明 这些都拿掉好了 也就是让如果是盲人在看网站的时候呢 当他按手写键盘的 按那个键盘呢 辅助的键盘的时候 移到这个表单位出现文字说明 那我们这个就不需要了 我们就不做了 那接下来 我们点这里,也看一下 点在这个栏位 这边有单行书信名 多行就拿来做什么?意见回馈 那如果点选密码呢 打的字呢,就会看不见出现 星星的米字型的一个账号 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二个 选项按钮 就是譬如说 你的性别是男生还是女生 那我们先把字先打进去 那接下来看一下哦 你的性别点在男生前面 让使用者去选 用点选的方式 那我们就加radio button 是这一颗 选项按钮,点一下 点一下的时候呢,在这里呢 好,点这个框框 这个名称叫sex,性别 有没有 那接下来预设它是被选取的 好,点这里 点在女生前面 再加一个radio button 名称要一样哦 当你这两个选项按钮 名称一样的时候 他就把它当成是一组的 好,这个女生不合取,对不对 那男生呢,就是合取状态 那如果女生这里呢 我点这里把它改成合取呢 好,那就这样对来说 就有点混淆 所以只能选一个 一般radio button 只能单选 要么是男生,要么是女生 好,所以这边提醒同学 而且再点框框 再提醒同学 这两个名称不可以不同 好,这两个名称不能不同 所以两个都叫sex,性别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做 兴趣的选项 兴趣的选项 就合取方块 比如说它有多少兴趣等等 那我们就做到第三格 那同学看一下 把这打进去的兴趣 当然是可以很多元,对不对 我心里我可能喜欢看电 我喜欢玩电 我都喜欢啊 所以呢,你要让人家复选的呢 我们就要使用什么呢 来,这种按钮 来,我们来选一下 选这个 叫合取方块 好,很取方块 那比如说这个呢 这个合取方块叫什么 兴趣 这个 那预设呢,都不合取 一样这里把它点起来 这个就把它加进来 好,放不下就过来一点 好,因为就被我们限制住 那这个每个地方呢 TrackBus呢 好,我们把它复制起来 那这个编号当然也可以不同啦 如果这边加1编号呢 好,就可以做区隔 对不对 这边编号是可以做不一样 3 好,那个就,那这个就2吧 好,这样照顺序来 4 那我们做统计就很方便 好,那我们跟同学介绍一下 我们刚刚前面这个栏位叫做Name 对不对 这是给资料库使用的 就写程式的 后端的程式设计师呢 当你在这边输入任何名称 他就把这个你的名字 丢入到Name的栏位 就写入到资料库 到时候呢,第一笔资料 它Name是什么,就从这里抓 所以呢,我们再定义这个是什么 再讲一遍 这是资料库要使用的哦 所以要跟后端介绍这个连结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 这个是在做什么的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选取清单 那选取清单是做什么 譬如说你住在什么地方 假设说我们只有四个县市 台北、新、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县、新如市等等 那你可能就不需要 应该可以让熊子直接点选来选就好了 我们用下拉式选单来做 好,那我们这里还是先输入一些提示文字 那提示文字打完以后 点选在这个里面呢 这时候我们来点选哪一个 这个,选取清单模式 点起来以后呢,就出现这个 有没有,那这个时候呢 在这边呢,再来做修改 好,清单词从这里来做修改 点选这个起来 点这个在属性版,点这个可以来做修改 第一个我们就开始输入了 那同学看一下,这什么意思 这是显示的 如果使用头点了新北市 就把新北市的结果送到后面的资料库 所以会看到两个 所以这里跟这里是可以不一样哦 这里也许用台北市 也许你这边用NTBC啊,对不对 那这边也许用什么 台北市可以,这边中文、英文 这个也可以做选择 好,那再讲一遍 这个是给使用者看的 这是后来写到资料库里面的结果 按确定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多行的文字 我们会让使用者什么 填入他的意见 那填入意见的时候呢 所以呢,我们这边再加一个什么 多行文字 那多行文字呢,这地方 这两个选取选起来合并 这两个选起来我们要做合并 好,这里再来加什么 文字方块 一样是在点选这个 这个,我们点选这个 这个是文字区域 一点就出现这个 对不对 那点选多行,预设就跑到多行来 那这边呢,我希望呢 还可以再宽点,支援的宽度 60好了 就更宽 那行数呢 10行 这个可以选 那这边呢,比如说我们改名叫 content 好,最后还加一个需要把它送出去的按钮 好,我们再按Enter键 好,按Tab键 再加一个 需要把它送出去按钮 对不对 那假设这问卷填完,它总有一个送出吧 所以点选在这里呢 好,我们要点选 送出钮是这一颗 按钮 送出 右边再加一个 那两个都送出,要做什么呢 这个是送出 这个呢,点这个按钮 我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重色 什么意思 假设打错了 我只要想修改 就点重色 送出就是确定 把这条打完就送出去了 这个是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按F12 来看结果 好,你的姓名 男生,对不对 点女生就出去只能选一个 我喜欢看电影 我喜欢旅游 我喜欢玩电脑 我喜欢游泳 好,我喜欢看书 五个都喜欢 那你住哪里呢 我住新北市 那留言 不好意思 谁的关系我打个AA 这时候就可以送出去了 可是送出去去哪里呢 当然要写程式去把它接起来 那写程式就是 也许后面同学有机会学程式 就可以把网页的程式把它接起来 那接起来是我们再提醒你哦 这个栏位就叫name 这个栏位就叫sex 当他点这个的时候 都把男生或者女生的结果送到sex栏位 那点这里是送到name的栏位 有没有 所以我们刚刚在前面在制作表单之外 记得吗 这一格叫做sex 那这一格呢 它叫select 那点这里叫做content 那点这个地方呢 interesting 有没有 栏位就接收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写资料库有点困难 那我们可以用email来传送表单 也就是表单做完的时候 使用email来把它记发 好 我们点选在这个phone里面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 点phone 我点选在这里的时候呢 好 才会出现这个post 所以这个红色的范围就是 这个表单的范围 点选这个才会出现表单的ID 那这个地方呢post的地方你可以输入 动作的地方可以改成这个 来我们输入的语法是mail2 然后呢apple 小老鼠 gmail 这是你自己的电子邮件哦 有没有 然后一个问号subject等于意见反应 意见调查 那这个地方呢 在我们书本的357页里面有 也就是第一个先点选form 有没有 然后输入什么mail2 冒号 那后面这是你自己的电子邮件 好 一个问号subject就是主旨 等于什么意见调查 那post就是把它传送的方法 传送方法我们就使用 mail就是用电子邮件来传送出去 那还没完哦 接下来你必须切换到程式码模式 把这个解码模式改成这个 好来 那这个书本上面有 要请你投对 接下来我们刚已经教完这段语法 对不对 接下来切换到程式码的地方 好 程式码的地方呢 好 去找这个 传送的方法 好 这个 缝里面的解码的地方 这里 在最下面这里 我们切换到程式码语法以后呢 就在我们表单的后面这里 点一下刮虎 空格Ctrl-V把它贴上 贴上 输入那个语法 那这个语法同学看一下 就是这个 那书本里面有 把它选起来 按右键把它复制 点在这里Ctrl-V贴上 就加这个 也就是传送的 使用email方式传送 然后解码的时候 用文字的方式出关线 那就OK了 那当然这时候呢 你的mail里面 就使用outlook里面呢 那表单传完 就使用outlook来传送 这提供大家参考 不过现在呢 大家一般来说 都是赚写资料库啦 所以这个地方 就提供大家参考